咱们今天来说一个国外的案件 但是这个案子在全世界非常出名 整个故事也非常的精彩 来说说谁呢 德国复仇之母 相信很多听友都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被称作德国复仇之母的人叫玛丽莲 那么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德国 玛丽莲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妈妈 其实这种脾气也不是她自己就愿意长成这样的 跟她从小的生长环境是有关系的 1950年玛丽莲生在德国的一个普通家庭 特别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感情啊就不好 反正整天的就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呗 父亲呢 还有家暴的倾向 动不动就动手 她的母亲呢 长此以往终于是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呢 他们就离婚了 玛丽莲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咱们也无法假设说她当时要是跟母亲会怎样 反正她自从跟了父亲生活 这就让她的人生走向了一个极端 玛丽莲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跟我们现在说的很多案子那些家暴男一样 就是没什么本事啊 乱七八糟的事还挺多 整天的看你这个不对 看你那个不顺眼 这老婆走了 跟她离婚了 就剩下闺女玛丽莲了 她呀 对玛丽莲是不管不问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就跟过去似的 每天呢 就是喝得醉醺醺的再回家来 生活上啊 哪怕稍微有点不顺利 在外边稍微受了点气啊 玛丽莲可就成了她的出气筒了 反正就一天天的吧 这日子呀 那就不是人过的了 她的父亲呢 对她也是啊 非打击嘛 慢慢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玛丽莲长大了 她呢 就也形成了这种暴躁异怒 并且很叛逆的性格 因为在这么一个家庭 这玛丽莲呢 也成了问题少女了 16岁的时候啊 这还未成年呢 玛丽莲就跟男朋友生下了一个孩子 到了18岁 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但是呢 她也没工作呀 也没有收入来源呢 她那男朋友呢 也不愿意管 这俩孩子呀 反正一个送去孤儿院了 一个呢 就交给那个男朋友了 一直到了1973年 玛丽莲已经23岁了 她呀 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这第三个孩子 就是她的女儿 叫安娜 这时候玛丽莲 已经彻底摆脱父亲的控制了 并且呢 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 她开了一家小酒馆 开了这酒馆之后啊 反正养活自己 是没有问题了 经济上呢 也算是取得一定自由吧 不用再指望父亲生活 这一回玛丽莲决定 这个孩子 我可不能再抛弃了 我一定要把她抚养长大 可是谁也没想到啊 只有短短的七年 小安娜可就出事了 1980年 小安娜已经七岁了 别人家的母女啊 那都是非常亲近 对吧 母女之间特别腻乎啊 可玛丽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 不是这样的 总是那种剑拔弩张的 玛丽莲呢 她不是那种贤妻良母似的啊 不是那种特别温柔慈祥的母亲 但你要说她不是个好妈妈 好像也不对 反正呢 跟男朋友分手之后 玛丽莲就一个人抚养安娜长大 这其中得吃多少苦 得遭多少罪 对吧 有孩子的各位听友都能够理解 她呢 也是想方设法的 想给女儿啊 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所以在工作上那是非常的玩命啊 一开始那酒馆生意也不是特别红火啊 天天就为这酒馆发愁 哎呀 怎么能够生意好点 怎么能多赚点钱 怎么能让我的小安娜生活的更舒服一些 后来呢 生意慢慢好了 这一好了 玛丽莲可就更忙了呀 忙起来的时候啊 经常是两三天都回不了家 这就导致玛丽莲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女儿 不仅如此 因为玛丽莲脾气不好 这也影响到了安娜了 安娜岁数越来越大啊 六七岁那也已经算是懂事的姑娘了 因为没有妈妈的陪伴 所以呢 这安娜的叛逆期啊 也比别的孩子来的早 1980年5月5号 那天呢 是星期一 这一天早上 安娜呢 就因为一些小事啊 跟玛丽莲就发了一大痛的脾气 这玛丽莲平时也不在家 这回好容易在家了吧 得 三言两语不合 这母女俩呀 就吵起来了 这安娜是越吵越生气 随后这个才七岁的小姑娘啊 放到咱们现在也就刚上一年级的小姑娘啊 背起书包就往外走 而玛丽莲呢 本身脾气也没那么好 对吧 大伙也知道 她是那种特别暴躁的 再加上工作了一整晚上 原本那就累的不行了 女儿还跟她闹 她呢 也没有心思去哄女儿 你愿意走就走吧 在她的意识之中啊 自己小时候跟父母 也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她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因为我小时候就一言不合离家出走 现在换着她离家出走了 走吧 她呢 觉得自己这么辛苦 自己一心一意都为了她 能够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长大 这种苦心 等到女儿长大之后 一定会理解的 我估计是不是 玛丽莲当时心里边 也在想咱中国那句老话啊 不养儿 不知父母安娜 她就想着 肯定等下午放了学 这安娜呀 就跟平时一样 背着小书包 就该回家了 可是 这一回 让玛丽莲没想到的是 一直到当天晚上 安娜都没回来 玛丽莲这才慌了神了 她呢 就给老师打电话 呃 什么时候放学的呀 她回家了吗 结果老师一听 哎呦 你是安娜的妈妈是吧 怎么回事啊 安娜今天根本就没来学校啊 玛丽莲再一听这个 那更崩溃了呀 她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的就报了警了 警方接警之后 也来到了玛丽莲家 先是问一些情况 怎么回事啊 嗨 安娜呀 跟我吵架 一生气 背着包离家出走了 警方一看 哎呦 这小孩岁数不大 气性挺大啊 但是呢 情况很紧急 你先甭管这母女俩 能不能缓和关系吧 赶紧找人吧 开始分头行动 一对人马 就开始打安娜同学家的电话 挨个的打 同时呢 还打亲戚家的电话啊 就看看安娜去没去你家呀 一会一会问呗 另一路人马呢 就在玛丽莲家附近寻找 可是找了一整夜 还是没有安娜的丝毫消息 为了尽快的找到安娜 第二天一大早上 德国警方啊 就加大了警力 可是 想着找这么一个孩子 不知道他在哪 你多少警力也不管用啊 赶紧的吧 在动员附近的普通老百姓啊 动员群众一起寻找 你是找也行 你或者提供可靠的消息 那是最好 还别说 这个方法啊 还真是有用 几个小时之后 经过不间断的搜索 警方终于在一个偏僻的河边 发现了小安娜了 只不过 此时的安娜 已经成了冷冰冰的尸体 玛丽连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大脑一片空白 情绪当时就崩溃了 哎呦 她是既伤心又悔恨啊 再看到女儿尸体的一瞬间 差点就晕了过去 再看安娜的尸体 太惨了 整个尸体上 那是伤痕遍布 手上脚上都被捆起来了 根据法医鉴定 致命死因 就是脖子上的勒痕啊 就是活活被人勒死的 并且小安娜 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姑娘啊 生前有被性侵过的痕迹 谁这么狠心 谁这么变态 不仅杀害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更是对小女孩 做出了这种禽兽般的举动啊 警方在权力侦查的时候 有人就举报了 说我在五月五号早上 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背着书包 一个人呢 在外边就晃荡 也不知道想去哪 后来啊 一个差不多三十来岁的男的吧 就走到那小女孩的身边了 反正当时看表情呢 挺柔和 那么一人啊 也不知道给小女孩说了一些什么 小女孩呢 就跟他走了 当时啊 我以为这男的是小女孩的爸爸呢 表情那么有爱是吧 那么慈祥啊 我也就没制止 一直到知道这起命案之后 我再看见安娜的照片 我才意识到不对 就是当时那小姑娘 我这不赶紧跑到你们警局举报吗 那么 这个人说的 这三十多岁的男人是谁 他真的是杀死安娜的凶手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有人呢 跟警方反映了一个线索 说他呀 当天看见了小女孩安娜 当时呢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的 去那跟安娜说了几句话 安娜呢 就跟他走了 那么这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是不是杀害安娜的凶手呢 不得不说 这个人呢 提供的这个线索 非常的有价值 警方呢 就根据这条线索 把5月5号 发现安娜和陌生男人对话 那附近的居民区啊 都开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最终 有一个叫科洛斯的男人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根据警方的调查 科洛斯 这在当地 那是响当当的 那是如雷贯耳 哪怕当地有人不认识科洛斯 但也知道这名字 只要一听到科洛斯三个字 哦 那不就那个臭名昭著 罪行累累的科洛斯吗 你看用的这词 对吧 这科洛斯呢 是一个无业游民 35岁 之前他这35年的人生啊 可以说大量的时间都在犯罪 在坐牢啊 在被警方检举 在这个过程之中度过的 并且他是这种循环式的啊 犯罪 检举了 坐牢去 出狱了 再犯罪 再被检举了 再坐牢去 之所以引起警方注意 就是因为科洛斯曾经有两次入狱 都是因为虐待侵犯儿童 甚至一度因为强奸小女孩 而被德国法院判处 需要实施化学阉割这一刑法 关于化学阉割 最近几天呢 在网络上这个话题也挺火 对吧 因为在泰国啊 也是正式立法 可以实施这个化学阉割 就是给人呢 注射这个化学药物 从而呢 减少雄性激素啊 也就没有那方面的欲望了 可惜的是啊 不久之后 医院方面呢 出具了一个诊断证明 说这科洛斯身患精神类疾病 最终呢 法院不得不撤销惩罚 只把科洛斯 关进了精神病院一段时间 并且批准他接受恢复治疗 这案子到这儿也就算完了 您看见了吧 只要拿着精神类疾病的诊断证明 到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啊 真到量刑的时候 都会从轻处置 医院开了这么一个证明 法院呢 也只能是轻判呢 这等于是把科洛斯 又放回到了社会之中 他就能够继续作恶了 甚至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这精神病诊断证明 这都成了他的免死金牌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吧 当警方找到他的时候啊 并且跟他说 有人指认你把小安娜 带回家里了 有没有这事啊 这科洛斯呢 这科洛斯呢 倒挺坦诚 不仅承认把小安娜带回去了 还毫不避讳的说 对 我杀了他 并且我强奸了他 理直气壮啊 根据科洛斯交代 他呢 当时在路边上看见了小安娜 就感觉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太漂亮了 然后就走上去 就跟小安娜说 叔叔家呀 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猫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呢 我发现大部分的小孩啊 尤其是小女孩 见着什么小猫小狗小兔子呀 那都喜欢的不行不行的了 小安娜 你不管说他多叛逆 他毕竟只有七岁呀 他没有什么社会经历呀 他呢 毫无警惕的 就跟着这科洛斯回家了 接着呀 这科洛斯就对小安娜 实施了侵犯 并且侵犯完成之后 他就开始纠结了 我要是把他放回去 他告诉家人了 那不就会把我给抓起来吗 尽管不能判我死刑啊 不能给我化学阉割 那我也不愿意住监狱去呀 于是 这个变态 这个禽兽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用绳子 把安娜就给活活勒死 并且抛尸在了那河边 杀死小安娜之后啊 这科洛斯可以说是波兰不惊 因为他干坏事干太多了 该吃吃该喝喝 什么也不耽误 什么也不影响 并且科洛斯心里边 始终就抱着这么一个观念 我有精神病 你警察抓着我 你能拿我怎么办 是啊 科洛斯已经预料到了警察 甚至到最后法庭 对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宣判结果 但他远远没想到的是 小安娜可有一个厉害的妈妈呀 玛丽莲得知杀死女儿安娜的凶手 是前科累累的 科洛斯之后 哎呦 给他恨的 那都不行了 恨不得当场就杀了他 恨不得就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但是玛丽莲呢 还是冷静下来了 他还是选择相信法律 他认为凶手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过了不长时间 玛丽莲就发现不太对劲 为什么呢 这个杀死女儿的凶手科洛斯 正在想方设法的洗脱自己的责任 果不其然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 为科洛斯辩护的律师啊 人直接就寄出来杀手锏了啊 我的辩护人科洛斯患有精神类疾病 咱们呢来说说当时德国的法律 精神病患者在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之下犯罪 依法可以不予追究啊 就没事了 根据法律规定呢 精神病罪犯必须得接受治疗 但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可一旦这样的话 意味着这科洛斯啊 他就只需要被短暂的送进精神病院啊 好吃好喝 治疗完之后再出来 依然是逍遥法外 那么小安娜的死可就没有人负责了 马力连肯定是不接受这种宣判结果呀 他当时在法庭上啊 那就开始发飙了 就大声的申诉 说科洛斯对我无辜的女儿犯下了这种罪行 可是甭管怎么控诉 无济于事 没用 就这么着 第一次庭审就结束了 第二次庭审到来之前 马力连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 说是科洛斯呢 打算在法庭上污蔑安娜 说是自己侵犯完安娜之后 安娜还威胁科洛斯啊 跟科洛斯要钱 各位七岁的小姑娘啊 可能吗 说安娜呀 跟科洛斯说了 只要不给钱 我就告诉我妈妈 科洛斯就想用这个借口来洗脱自己的罪责 同时呢 也把这无辜的可怜的小安娜 泼下水 泼她一身脏水 之前她企图钻法律空子 以患有精神病为借口 躲避法律制裁 这已经让马力连非常生气 非常愤怒了 这一回又反过来想利用小安娜 来减轻自身的刑责啊 并且泼小安娜的脏水 这一下子把玛丽连逼得可就想跟她玩命了 各位 此时此刻的玛丽连 就是一个一心给女儿报仇的母亲 到了1981年3月6号 大家再一次站在法庭上 所有人各就各位的时候还没正式开始呢 玛丽连呢 趁着大家不注意从怀里边掏出来手枪 对着科洛斯连开八枪 一眨眼之间 科洛斯就倒在了法庭上 再也动弹不了了 这玛丽连一共是开了八枪 打中了六枪 这个恶贯满盈的科洛斯当场死亡 而杀掉他的玛丽连 看到科洛斯死亡之后 这才顺从着警方 被警方带离了庭审现场 玛丽连当场射杀科洛斯之后 说实话 当时德国的老百姓啊 在舆论场上 大伙对他是佩服的是敬佩的 并不认为玛丽连是穷凶极恶 毕竟玛丽连解决了一个祸害 然而法律就是法律啊 玛丽连当庭杀人 那必须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呀 不过在那之前 法官呢 得搞清楚一件事情 玛丽连是故意谋杀 还是过失杀人 按玛丽连的说法 他说我进入法庭之前 我自己都不清楚 为什么要带上一把枪 为什么一看到科洛斯 就想到女儿 以至于我掏出枪来 对着他打了八发子弹 如果按照玛丽连自己的说法 他这是属于过失杀人 一开始我不是想杀他 我不是蓄意谋杀 但你说是你说的 警方信不信 那是另一回事 证据啊 怎么来呈现这个事情 那也是另一回事 警方呢 其实啊 清楚玛丽连杀人前后的真实想法 正因为如此 最早的时候呢 玛丽连被检方以谋杀罪指控 但是啊 当时社会上针对这个事情啊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几乎是一边倒的舆论都支持玛丽连 针对科洛斯被枪杀一案 最终呢 还是舆论影响司法了 还是采用了玛丽连是过失杀人的量刑标准 判处他六年有期徒刑 那么他到底是蓄意谋杀 还是过失杀人 几年之后啊 玛丽连刑满释放以后 这个谜底也终于解开了 玛丽连呢 当初入狱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大家都关注 后来出狱自然而然的 大家呢 也都非常关注这个消息 但是玛丽连呢 人家不太想博取这种关注 出狱之后的几年呢 他生活的比较低调 可是1995年 因为一场脱口秀节目 玛丽连又一次引起大家注意 他在节目里特别坦然 说我当初杀死科洛斯 不是过失杀人 我是有预谋的 他说呀 因为一想到科洛斯 我的眼前就能闪现出安娜死前的凄惨模样 我的内心就会快速的被仇恨所侵占 在杀死科洛斯之后的这么多年时间里 玛丽连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而就在玛丽连承认自己预谋杀人的事实之后 他曾经经营的那个酒馆的员工也说 自己曾经看见玛丽连在酒窖里边练习枪法 那么这些似乎又都能证明 玛丽连就是想故意杀死科洛斯的 可是玛丽连已经出狱了 人们也不在意了 人们或许也很纳闷啊 为什么科洛斯被杀死14年之后 玛丽连竟然会坦然的承认了呢 不久之后啊 大家明白了 原来啊 玛丽连得了一线癌 活不长了 所以呢 他想把真相啊 留给世界 玛丽连承认自己预谋杀人之后 德国呢 也没有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所以玛丽连也没被判刑 不过呀 一年之后的1996年 玛丽连还是因为癌症去世 去世之前 他的最后一个心愿 就是埋葬在女儿的墓地旁边 亲人们呢 也按照他的遗愿 让这一对分别了十几年的母女 最终重逢了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说这么一个词 它叫屠牛事件 屠牛事件 这个词大伙应该并不陌生 他们又被称为原因不明的家畜死亡事件 这样的事件几乎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都会发生那么几起 我们常常看到某些电视节目 或者某些花边新闻里面 说在某某国家的某某牧场 有几只动物 一夜之间全部被离奇肢解 被切割成了很多块 而且尸体的切割窗口 都非常的整齐 甚至连机器都做不到这个程度 很离奇 很诡异 那么这种类似的事件 都属于原因不明的家畜死亡事件 通称屠牛事件 当然被屠杀的不一定是牛 也有可能是鸡鸭羊 屠牛事件 它始终都是超自然爱好者的 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 大多被认为是外星人或者UFO作祟 但这种说法毕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而且目前也已经有很多类似事件 被定性为人为干预或者是恶作剧 比如说一些邪教的祭祀 或者偷猎 或者单纯就是恶作剧等等等等 当然了除此之外 可能确实也有少数的屠牛事件 它真的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而他们最终也难免就被贴上了超自然现象的这个标签 不过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并不是屠牛事件 而是一起跟屠牛事件类似的神秘死亡事件 而且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 他也不是牛羊之类的家畜 而是人 话说在1993年9月1号 有一名巴西记者叫加西亚 他在UFO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题目叫做 残害人类 刮拉皮兰加水库案例 这是外星人制造的恐怖残害事件吗 这篇文章已经发出 立即引发了巴西UFO圈子的大范围的热议 这个加西亚 他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告诉读者 说自己曾经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某位内部人员 提供的一份曾经发生过的神秘死亡事件的全部资料 而现在他要把这起神秘事件的细节 以及相关的照片资料都分享出来 那么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呢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他所讲述的这起事件的经过 这起事件发生在1988年9月29号 这一天在巴西圣保罗南部的 刮拉皮兰加水库旁边的一个浅滩上 附近有村民发现在这儿 有一具40岁左右的男性尸体 这个尸体死状非常凄惨 村民赶紧报警 那么警方在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个死者的尸体 的确那是惨不忍睹 而且非常的恐怖恶心 就连赶来的法医都跟着恶心到了 那么这个尸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恐怖到什么程度呢 尸体的眼部 耳朵 嘴唇 舌头 以及下颌骨附近的所有的皮肉组织 全部都不见了 或者说是被整齐的割走了 这个脸看起来只有里边的骨头 那几个部位都没了 另外往下看 在靠近胸腔的地方 左右两侧的夜窝里面 分别有两处直径4厘米左右的 非常规则的圆形窗口 再往下 在腹钩肚脐的位置 也有一处3厘米直径的 非常规则的圆形窗口 而更加恐怖的是 死者肚子里面 所有的脏器器官 全部消失不见 而在肺部有明显的 十分工整的切割痕迹 另外再往下 下体 性器官阴镜还是完整的 但是阴囊和前列线 全部都被移除了 除此之外 在死者两腿之间 肛门的位置 有一块大约有横向8厘米 纵向15厘米 这么长的一个长方形的窗口 从这个窗口往里看 能发现肛门 以及直肠部分 所有器官 全部被移除 被拿走了 最后左侧大腿上 有一处直径4厘米 深3厘米的 椭圆形窗口 左脚的第二指和第三指根部 还有一处直径2厘米的 非常规则的圆形窗口 简而言之 在这具尸体 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圆形或椭圆形的 十分规则的窗口 其尸体内部 各种器官 全部被掏走 脸部只剩下 骷髅了 各种器官也都不见了 而最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在他尸体上 所有伤口的周围 都有一圈黑色的 像是烧焦的痕迹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用火烧过一样 所有的窗口周围 都有很大一片黑色 而当时伴随着这篇文章 这张恐怖的死者的照片 也被报道这起事件的记者 加西亚 刊登在了UFO杂志上 另外除了尸体照片 加西亚还拿到了 圣保罗州警局 关于这起事件的验尸报告 和现场勘察报告 在报告当中提出 在发现尸体的现场 并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 死者生前也没有遭到捆绑 或者也没有被击打虐待的迹象 另外毒理检测也证实 死者没有任何的中毒迹象 那这就奇怪了 好好的一个人 他生前没有遭到绑架和殴打 也没有被下毒 那么他是因何而死呢 又为什么死的这么奇怪呢 后来这起事件案发之后 警方也是左查右查 但实在是没有头绪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后来草草结案了 宣布死者死于动物的袭击 但是这种结论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加西亚当时他也不相信 当时他也请了很多医学领域的专家 学者反复研究都认为官方这结论不太靠谱 确实有很多地方呢 单纯的说动物袭击是无法做出正常解释的 比如说死者身上那些伤口 为什么都十分的规则 就好像是用专业的工具才能留下来的 再比如死者的所有窗口附近 为什么都会有那么一圈黑色的类似烧焦碳化的痕迹 这是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 所以这种诡异的情况就让很多人联想到了UFO和外星人 毕竟这事件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类版的屠牛事件 很多窗口非常工整 而且很多器官不翼而飞 这看起来就像是屠牛事件 只不过发生在了人类身上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主要还是因为巴西当时的确属于是UFO事件的高发区 很多这个有名的UFO事件都是发生在巴西 例如在这起事件十多年之前 66年同样在巴西 发生过一起著名的克拉瑞斯岛神秘光线灼人事件 当时有很多神秘的光柱从天而降 直接射到人的皮肤上 灼伤人的皮肤 在皮肤上被射中之后 会留下一圈奇怪的红色痕迹 和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黑色窗口 然后几天之后被击中的人就神秘死亡 这起事件很有名 在我们出版的衍生书籍里面 也收录过 之前的咱们也做过 而且这起事件当中 死者身上留下的伤痕 也是一个原型 跟我们今天说的这起事件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所以说很多人都开始把这起事件 跟UFO挂上钩了 那么报道这起事件的加西亚 他也是一个UFO爱好者 所以说当时呢 他还收集了一些其他的类似的相关案例 希望能够以此来类比 证明这起事件并不简单 绝对不仅仅是动物袭击导致这个人死亡 他认为很有可能啊 这名死者生前是遭到了外星人绑架 被外星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残忍的解剖研究实验 然后气失荒野 这种说法的确 符合很多超自然爱好者的口味 再加上他这么添油加醋的一描写 当时这起事件呢 在被他报道之后 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开始被人们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到后期甚至都出现在了主流的报纸和媒体上 而加西亚作为当时掌握一手资料的人 他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记者 一跃成为了在全国公开演讲的所谓UFO学者 到处宣扬他的这套外星人的理论 但这起事件 他真的有可能是外星人作祟吗 说完了加西亚对这起事件的报道以及推动 咱们再说说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都干了什么 警方对这个事其实也挺头疼 但是出于对案件审查的保密制度 这起神秘死亡案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部分 如果说不到保密期限的话 是不能向公众公开的 所以说即便当时媒体把这件事吵得是沸沸扬扬 各种超自然说法到处乱飞 但当年涉案的调查人员也并不能做出正面回应 他们只能表示加西亚的外星人理论荒谬至极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希望大家不要听他造谣 但是官方给出的这种侧面的回复言论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兴趣 毕竟没有给出足够的猛料 奈何这保密期限还不到 官方也不能多说什么 但幸好这起事件没过多久 就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反转 这场反转事件发生在2002年7月1号 2002年这起水库男子神秘死亡事件的保密期限已经结束了 在这年7月1号 最开始在93年报道这起事件的UFO杂志 又刊登了一篇有关这起事件的调查文章 在这篇调查文章当中 大篇幅的引用了已经解密的事件调查报告 以此更加直观的证明 这起事件它并不是什么UFO所为 而是另有隐情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这篇文章指出 其实这起事件的案发地点根本就不在瓜拉皮兰加水库 而是在一个名叫比修斯的水库 死者是一名53岁的附近的村民 名叫贡萨尔维斯 而至于说为什么93年在加西亚报道这起事件的时候 把案发地点给换成了瓜拉皮兰加水库 后来人们推测估计是怕一些知情者揭穿他文章之中的漏洞 此话怎讲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是这么说的 说死者贡萨尔维斯在1988年9月26号独自外出钓鱼之后忽然失踪 三天以后 他的遗体被附近的村民发现 地点在比林斯水库附近 而当时木鸡村民看到有将近20只的突鹫 正在啃食和残害贡萨尔维斯的尸体 很明显 这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在当年加西亚报道的时候 被他刻意隐藏了 在他的报道当中并没有提到 有20只突鹫在啃食他的尸体 另外为了证明这一点 UFO杂志还找到了几名当年的目击证人 这些目击证人也表示 他们可以作证 当时的确有很多突鹫 而且需要说的是 在当地突鹫攻击老人的事件 是时有发生的 他并不罕见 而村民的这番说法也得到了 当年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的调查总指挥 李奥中尉的证实 同时这个李奥中尉还表示 在案发的圣保罗地区 从1970年到1998年间 总共发现了超过1000具 遭到动物攻击的人类尸体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死者的死因 确认为死于动物的攻击 而其中就包括本案的死者 共萨尔维斯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当年负责尸检的一个法医 他叫做迪坎波博士 他也接受了UFO杂志的专访 他表示共萨尔维斯 生前患有恰加斯病和癫痫症 这两种病的这个癫痫我们都熟悉 而这个恰加斯病 它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流行 这种病是由一种叫做克鲁斯追虫 由这个虫子引起的 急性发作的时候会引发心理衰竭 猝死等等一些症状 所以当时经过尸检 这个迪坎波博士就认为 共萨尔维斯 他应该是在钓鱼期间突然病症发作 引发了休克 休克之后 他没有反抗能力 就遭到了突救 以及其他一些镊齿类动物 比如老鼠的攻击 最终动物攻击导致他死亡 同时因为在发病休克期间 他没有办法反抗 所以说在案发现场 也没有任何的搏斗迹象 而他身体上的那些诡异的伤痕 很有可能就是动物在摧残 食用他的尸体的时候逐渐留下的 那这种说法呢 也不仅仅是他的推测 他们也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 他们发现动物在袭击人的时候 很喜欢攻击人体相对软弱 或者是带有气味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起 共萨尔维斯的事件当中 死者身上的伤痕 大多数你看出现在脸部 下叶 腹部 腿部 以及生殖器附近 因为这些地方呢 要么比较柔软 要么味道确实大一些 这都是能够吸引这些动物的 另外最奇怪的一点 也是大伙最关心的 肯定就是那个尸体上的伤口 为什么都那么规整 那么规则呢 在这个文章当中 也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说因为突救这种鸟类 和一些镊齿类动物 他们在清理和摧残尸体的时候呢 确实他们留下的这个咬合痕迹 会制造出一个相对比较规则的窗口 这个情况跟他们的进食器官 进食习惯都是有关系 所以说伤口规则这一点 也是有据可循 所以最终这篇文章指出 当年杀人并且破坏尸体的罪魁祸首 就是突救以及少量的镊齿类动物 而并不是什么UFO或者外星人 那么看这个结论 说这么几只鸟就能够杀一个人 并且把尸体破坏成这个样子 这乍一听呢 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但是事实似乎的确如此 因为当年为了进一步的确认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这个迪坎波博士 他亲自做了一个实验 他在当时发现这贡萨尔维斯尸体的地方呢 放了一条狗的尸体 三天以后再去看 发现这尸体只剩下一些骨头碎渣了 其他部分已经都不见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突救以及其他一些动物 的确具有比较强的攻击性和比较大的破坏力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把一具尸体破坏的不成样子 而作为类似案例 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与之相似的巴西的著名案例 在99年6月24号 那一天在距离圣保罗很近的圣依莎贝尔杜帕拉市 有一位常年独居的老太太名叫玛利亚 她呢在这一天因为突然发生肺炎 导致休克 那后来她就也被老鼠之类的孽齿类动物给摧残食用了 等到几天之后被人发现的时候 这位老人的面部已经只剩下骨骼了 别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以此来证实 贡萨尔维斯的神秘死亡事件 的确就是动物袭击造成的 鸟类和镊齿类动物蚕食并清理尸体 这个说法的确有比较丰富的事实依据 当地也的确有不少类似的遭遇动物袭击死亡或蚕食清理尸体的案例 但是大多数并不能代表个体事件 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而言 它其实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是尸体上的窗口都非常的整齐 的确是非常非常整齐 就像是专门的用工具切割开的 这种十分规整的窗口 鸟类和动物 我相信它是很难很难做到的 动物啃食人类的尸体 就算它再整齐 它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咱各位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强的 不妨来看一看这个照片 这照片咱们搜集到了 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 巴西神秘死亡 回复这关键词 就可以看到我们专门提供的这个图片资料 我们对比这个照片来看一下 的确说动物造成的很难让人相信 那咱们再退一步 就算说当时啃的尸体的动物 它是个强迫症 它真的把这个窗口 还真就啃的那么整齐 但除此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疑点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就是死者尸体上的窗口周围 为什么都会有一片黑色的 类似烧焦的痕迹 这一点在之前的那种动物袭击人体的那个解释当中 根本就是在避之不谈 这个情况是什么造成的 孽齿类动物显然不会喷火 鸟类也不会喷火 它们不可能把窗口周围给烧焦 所以说窗口周围这一片黑色的 类似烧焦的痕迹是怎么回事呢 您还别说这个问题还真把警方和各路专家给问住了 有关这个问题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另外比较可疑的是 这起事件有一些具体的细节 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向公众公开 因此呢 有不少超自然爱好者以此为依据 继续宣扬他们的外星人学说 但奈何这些基本上都是空想 没有什么证据支持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参考价值 所以说这起事件就这样 原本它是一个已经结案的案件 但就是因为93年那篇文章的报道影响 直到现在还仍然被讨论的沸沸扬扬 当然大多数人仍然还是倾向于死者在发病晕倒之后 被动物袭击啃食而死 毕竟有目击证人 也有专家做过实验来验证这个想法 当然那些细节性的疑点 窗口为什么会如此整齐 窗口附近的黑色类似烧焦的痕迹是怎么来的 也一直都还是个谜 究竟他们是怎么回事 咱们没法去现场实地勘察 单凭纸上谈兵 我们也很难给出确切结论 明镜需要您是否决定栏目